虽然还不能确定7月12号 到底可不可以解除三级警戒 但是云林县政府呢 今天上午已经在西炉来演练 为解封了 让各摊商来模拟呢 有限度的解除三级时 重新开张要怎么办 而夜市的摊商呢 要遵守了规范 包含了员工得戴口罩 而进出口管制 人数控管 若违规的话 最终会被下令停业30天 不过县府还规定哦 禁止民众内用 也不准边走边吃 要怎么约束呢 那县府也派人在现场演练 游客和小吃摊业者 都戴上口罩食物 还要用东西掩盖 还没有到晚上云林 西螺的东南夜市 怎么开始营业了 原来这是县政府的 为解封演练 云林县府原本打算 在四号和北部夜市 一样为解封 但因为反对的声浪太大 后来改成演练 模拟三级紧接解除以后 夜市应该要遵守的规范 包括戴口罩 进出口和人数管制 摊位还得保持七星摊的设置模式 彼此得维持三公尺以上的距离 不只限制摊贊和业者游客一样不准内用 边走边吃也不行 只能外带或外送 规定非常严格 但摊贊们都表示愿意配合 只希望能够赶快复工 现场张立善强调 目前三级警戒还没解除 什么时候会违解封 还要等待中央宣布 到时候也会派卫生单位 不定期到夜市巡查 发现业者和摊贩 违反规定不改善 最终会要求停业三十天 我是新武连赵英光 吴静宏与您报道